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书都写成两物 注意 这在概念上是对 但计算上是不对的 物体跟物体一定互相吸引 但是不一定都可以用 你用万年定力的公式去计算 所以应该来讲注意 两支点 它就万年定力的量值 跟质量乘机指振比 跟两件距离平方乘反比 那我们把它转化成 所以上写法是这样 来 万年定力的公式的量值罪 这叫量值 F GMM 出发平方 听好 MM 来 这边 两支点 质量M 质量M 质量这里 另外一个质点 质量M 在这里 在这里 如果两者间相聚R 两者间相聚R 这距离 加R 那它们互相吸引 注意 要画在连线上 互相吸引 GMM 出发平方 两者连线上 是作用缓冲 作用缓冲 作用缓冲 作用 这立了量值 进去 量值 那这个方向呢 就在两者连线上 把它调整为听好 量星球也可以 这个等于星球种质量 集中在球星 这个星球 种质量集中在球星 那球跟球星距离 也是R 那它们互相吸引的 万有力 还这样的话 在连线上 F F 都满足 这个学法 GMM 出发平方 其中 G叫做万有力常数 中常数 但同学注意 这现在不列入课程实际 教学能有什么东西呢 万有力常数 记得 牛顿虽然提出万有引力定力 但牛顿本人 没有测出 没有测量出 没有计算出 没有给出 万有力常数等于多少 是后来 后来 有一个人叫做 卡文迪西这个人 他利用牛顿实验 测得万有力常数G 现在公认值 十六点六七成十 负十一刀 不过这个你不用记 这份考试他会给你 或者相关课本资料 有兴趣 就把它看一下 翻一翻 但你只要记得 他不是牛顿册的 十六年有一个人 后代 后代 大约在1798年左右 牛顿已经死了 牛顿已经死了 牛顿死之后 才有卡文迪西 这个人 测出来的 这点 同学稍微注意一下 来 不过呢 各位万有力的公式 虽然这样写 一人出阿平 这应该很好记 来 那最后 刚刚老师有提到 万有力的指点 或者均匀对称球 那就是这个R 那就是球星 跟球星之间的距离 好 那我们一定的应用 当然 现在应用很多 不过在牛顿时代 一发展出来之后 马上受到重视原因 第一个 他可以反推科普勒定律 科普勒 原来是由 观测 整理 归纳出来的 没有理论根据 牛顿外也可以 回头用理论 去反推 反正 证明科普勒定律 第二个 他可以解释潮汐 当然潮汐这个部分 地球科学地科 海洋的部分 相关的 有再讲一些 同学再看一下 好 潮汐的问题 还有 解释行星的 射动现象 什么叫射动 什么叫射动 是这样说的 来 然后举个概念 你就明白了 是这样讲 假如来 举手 譬如说 如果这里是所谓的太阳 假设这里是太阳 那行在绕它 这一绕它 照正常假设是圆 就这样绕 固定律 我们以后都要大部分都这样画 这样算 但是呢 在真正的精确上 就发现 发现 听到 这行星 它在一面绕的时候 它既然注意 会有轻微的偏离轨道 注意 它会这样偏离 怎么样偏离 会这样 有点 激进 小波浪 叫射动 那解释它这个射动 就是 认为说 可能附近 有其他星球 除了太阳吸引它 附近那星球 也有对这个星球 有点引力的现象 来解释 所谓的 射动 就是 它不是均匀的 圆弧 或者是椭圆的轨道 它有一点 小波浪在走 这叫射动 解释从前 那就是等于 周围还有其他星球 对它的影响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牛顿的时代 科普的时代 别忘了 我们太阳系 听到 八大行星 现在公认讲法 除了太阳附近的 来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土星 木星 在科普勒 牛顿时代 只知道到这里为止 可是因为 太远了 第一个 在观测上很困难 第二个 结果呢 在观测上很困难 第二个 在基督上 那个 射动非常小 结果后来 比较精细观测 天空的望远镜 发明之后 从这个时候下 结果呢 到了后面 Hershell 终于在 记不记得 土星外边 木星 土星外边 是开始有什么 天王星 海王星 那些东西 那个都是 牛顿之后 才陆陆续被发现 也就是因为 有射动现象 解释其他星球的影响 好 那这个是 主要 最有 这严格的应该说 主要应用 当然还有其他的 各种不同的应用 这是牛顿乱电力 相关的部分 跟大家做说明一下 那另外一个公式 来 Fzm 除Rb呢 那为什么这条很重要 后来 记不记得 电力的库轮 就发展了所谓的 库轮电力F 要写成 KQQ 除R平方 跟牛顿乱电力的F 来 牛顿乱电力 记不记得F Zm 除以R平方 你看 写法是不是相类似 所以我们说 牛顿真的很伟大 因为我们相信 假设 当初 牛顿没有 写出 万能电力 我们非常怀疑 到底 有能 谁能够写出 库轮电力 当然 绝对不会是 库轮这个人 所以这一点 给大家做参考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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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